今天哥哥买了一条乌笋鱼 这条挺生的,比较贵 但是好吃 我们这边乌笋鱼喜欢拿来蒸蒸蒜泥 姜末还有双莓 经典做法 经典吃一会,等一下再蒸 经典中午炒薄荷 配了一点筋糊 小辣椒一点点就够了 不然等一下很辣 加点这个叉叉料 在我们这边走成塔就是来炒这个薄荷的 但有一些人不喜欢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比较独特 哇,这个薄荷好肥 出锅了,薄荷米就是几分钟就可以了 凉满鱼大盘 让鱼炒丝瓜 这个青瓜 这个丝瓜简单清炒一下就可以了 水开下来蒸鱼 8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是芹菜辣椒 太烫了,刚刚出炉的 把这个汤倒出来 把这个汤倒出来 好 加点油 这个生成水 倒下来勾一下芡就可以了 把这个淋在上面 这个淋在上面 这条五水鱼比较大小了 一斤多 今天的鲜鱼 火火是一整个下锅煮 煮,然后捞出来切的 这个肉看一下很厚的 一点都不缩水 也不会出水的 今天还是鱼王紫菜汤 昨天的鱼王不够吃 哇,又是木耳 婆婆把木耳剪小块了 鱼王木耳烫 还有鱼比较 然后花生鱼是钢煎的 鱼壳 丝瓜 麻叶 这种是婆婆炒好的 罐头 小鱼仔,鱼鱼干炒的 这个配粥就最好的 还有新鲜做出来的肉饼 弟弟他喜欢这样切出来 不用煎 煎做好吃 我们家公公 这个小饭桶 每次都是第一个上来的 他很喜欢吃这个鱼 蒸酸梅的 开胃 婆婆抱他不行 非要我抱 蛤 你家里去 你家里去 他要吃薄格 他要吃薄格 很像一样 吃阿婆婆的 吃 吃 一个大的鱼汁拿着 对啊 你自己慢慢夹 天天吃鱼王 你叫 你叫 水已经煮开了 这一点是西米 煮西米的话 就要水开 再倒下去 我们现在让它煮 煮到当透明 就可以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阿姨 刚吃完午饭 昨天答应小孩子 要给他们做珍珠奶茶 但是要去做珍珠 我就觉得太麻烦了 刚好家里有牛奶 还有西米露 就西米露奶茶了 自己来做 就放心一点 小孩子喝的 也安全 现在很多奶茶 水高 都查出问题了 我都当心了 所以呢 我们也基本没有到外面买奶茶 尤其是小的 这两个都没喝过 其实我大牛 他可能有时候嘴长想喝 就给他买一杯 很少买一杯吧 不会经常给他们买的 所以今天自己来做 就可以放心给他们喝了 等到这样就可以了 只得光托 然后让他们担担 放个小时 洗米已经堵好了 知道这棒透明状态 然后让他们满了 快有一个多小时的 全部透了 这样就可以 这个是一白砂糖 大红泡炒一下糖 parce出来 小火慢慢炒 加点茶水进来煮 白砂糖我就下一点点 不喜欢下太多 还是一点冰糖 加个两块冰糖 把这个茶色煮出来 茶色煮出来这样就可以了 在家里自己做的 用好一点的茶叶 你到外面拿有这种茶叶来煮奶茶的 看一边奶茶双起来就多少钱了 关火 过滤直接倒到里面 再加个牛奶 吃一米露奶茶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茶的味道很浓香 两杯给小的 自己做的 看着都好 做个大杯给姐姐 刚刚试了一下 味道真的不比外面差 做法也简单 而且材料都是真材资料 好喝 这个小火力 妈妈做的奶茶好好喝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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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喝